读这个国学 读道德经五六天 最受益的当然是我自己 就当然读这个五六天 我就感觉到 一种很笃定的感觉 就是心很安定的感觉 感觉找到了依靠 天地之间其实它对万物 并没有仁慈而不仁慈 它是尊重万物的这种生长空间 它们只有它运行的轨迹 西方世界里头也有在说 说你一个人本身就是圆满的 本身就是resourceful 就是有自由 所有的资源 你本身也是充满创意的 只是你不知道这些而已 你所有的答案在内都可以寻找到 然后今天接下去 接下去看下面那一张 就是说天地万物之间 它自有它生长的轨迹 我们去 也不是我们吧 就是说可能说为正者去破坏它 它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起眼的 一些小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个小的元素 它迁移发而动全身嘛 然后不同的有这种叠加的作用 所以产生的这一些效应 它本身有自己的规律 然后像这一张它就说 它就说它这张的名字叫天长地久 就是我们都说天长地久 为什么天会长地会久 因为它在这里头天长 天地中的生命 它是依照自己的规律去生长 它没有企图 没有算计 它是按照原点去生长 所以它能够天长地久 嗯 其实《道德经》很多都是讲的 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为 为什么无为 因为它本身自有规律 所以《道德经》里头 就有很著名的话 就是什么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一就是原点 一生出二 二就是阴阳 阴和阳就会生出三 然后三就是生万五 这就是说 还是说到说 做人做事要回到原点 只要回到原点 你就是依照本心做事 你对这个外界的环境 是没有一种故意的作用力的 那这个外界的环境 也不会把它的作用力 作用于你 那你是不是一路就畅通无阻了 并不是说 自己不去做自己的这个事情 去依照自己本心做事 老想而说 阻碍别人的路程 所以就说 为什么 或许是 为什么会没有算计 没有这种作用力 就像孩子 就像婴儿一样 就是老子 他眼中的婴儿 并不是无知无觉的 他们是 已经是 人格健全的 就是这个 这个孩子 他生出来 他已经是 人格健全的 他是在世界上 最纯正无邪 然后又是 依照本心的 这么一个生物 所以他说 为什么会称天长地久 因为天地之间的这些生物 它是不谋生 就是没有算计的 所以它会长长足久 所以它会长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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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